有位小三帶著私生女來徵產 潑妻撒名紙大鬧警局 現在不是以前的小三 好可憐喔 被拋棄 被欺騙 現在沒有 直接出來當眾撒名紙貼海報 要徵產 要認名分 而且好像 結果 有好喔 有好喔 你看 時代不一樣 來問一下盛美 這小三是何方神聖 她其實是高雄的一個直播主 那就表示還是有點知名度 發生什麼事情呢 十七年前 她跟張先生生下了私生女 然後這十七年來 爸爸 就是女兒的爸爸 是有付一些生活費 然後爸爸的爸爸 等於是他女兒的阿公 也是有陸續幫忙照顧他 你想想看 女兒都十七 也快要十八 等於要成年了 可是這個張先生呢 後來生病過世了 好 然後生病過世之後呢 阿公也過世了 他變成這個直播主呢 他就沒有可以領 生活費的對象了 原來是點點 就是每個月都有生活費 也是 服藥費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孩子的爸爸不在了 可是我女兒要認主歸宗啊 總不能一直在我這啊 是不是 那你們家大業大 也要有人出來處理嘛 所以這個直播主呢 就到這個家裡面去鬧 就希望就是說 我跟你們講喔 其實呢 我這個男朋友 就是這個張先生 欠了我一千七百萬 我有本票什麼都講了一堆啦 那這樣啦 我跟你們談條件 如果你們讓我女兒可以認主歸宗 成為你們家的 這個第二代 第三代 那這個一千七百萬 我就認了 也許我在猜啦 為什麼一定要認主歸宗 這個劉律應該知道 他一定有妹幹嘛 應該是家裡有錢 才要認主歸宗 對 要讓我幹嘛啊 對啊 對不對 我換個姓而已 我瘋了啊 還一千七百萬 我那個一筆歸宗 對 可是你知道 對他們家人來講 就是說我管你誰啊 對不對 現在這個小孩的爸爸走了 阿公也走了 你現在跟我要錢 是不可能的 那主歸宗沒這回事 就不理他 好 來囉 這直播主呢 就直接到人家家裡面去 直接給他撒民旨 撲漆 我還看那個現場照片 撲的是黃色漆 啪啪啪 你知道那個鐵門上面 亂七八糟 然後撲了之後呢 這家人就想說 算了 算了 都這樣了 他們就覺得就不想鬧大 也沒講什麼 反正就是鬧過去之後 就希望他不要再來 遇到狠角色 可是這個直播主想說 你知道他最恨的是 你沒感覺 你都沒反應 連報警都沒有幹這件事 他就更氣了 所以他花了七十幾萬 包了一輛遊覽車 到台中去撩人 那個遊覽車上面塞滿了人 然後從台中 把這些人載到高雄 然後到人家家門口去抗議 結果到人家家去 人家根本不理你嘛 我管你誰啊 你現在都不干我們那事了 好 他越想越氣 你知道嗎 你到人家家去撥這個油漆 然後去撒名字 其實這已經違法了 那他就覺得說 當地的派出所 沒有站在他這一邊 你們根本是袒護這個張家人 於是他又把這整輛遊覽車 又轉到派出所 然後他自己都做好了 那個你知道 抗議的那個舉牌有沒有 還上面寫說 我們欠錢不還 你們家怎樣怎樣 就去那個派出所去包圍 結果你知道鬧到一塌糊塗 因為你這樣子來來去去去抗議 派出所會受不了 所以派出所的警員出來 要他們制止他們說 你們這樣子的行為 其實已經違法 結果他們根本就不聽 最後是員警把槍舉起來 這些人才知道說 自己出了一些狀況 最後是這樣 剛剛講的這直播組 不是希望自己的女兒 可以認主規則 結果他把女兒帶著去 這個派出所前面抗議 結果他自己跟女兒都違法 通通被警察抓起來 所以到現在為止 沒有認主規則 你說了那一千七百萬 還不去了 你現在還要吃老飯 先給你聽一個 這個是笨小三的故事 笨小三 等一下才有那個 牛律師那邊有 厲害小三的故事 等一下這個小三 所有招數也都出了 不算笨 滿狠的 其實不管是大老婆 或者是小三 其實該有的方法 還是要注意 不是這樣子鬧就有用的 真的喔 那怎麼辦 我問一下美蘭老師 是 對 美蘭老師 說去人家裡面撒明紙 對亂撒的人會有什麼影響 對啊 其實 那個 刷到 刷到 或者是會衰 對 我來講一下 刷到搞定喔 對啊 其實有一些人 他這一些動作是要 讓對方害怕 可是他不知道這樣的舉止 已經讓自己的運勢 變不好了 因為我們知道明紙 它就是招陰嘛 因為明紙只燒給仙靈 往生者嘛 今天去人家家裡面撒明紙 招陰 你沒有在裡面 你在外面也有那些無主孤魂 再來他家裡面有他家的祖先 對 那祖先也 對 他也會跳出來 就是跳出來主持公道 所以不要以為說你撒明紙要讓對方好看 然後讓對方害怕 其實你自己都會招惹一些不好的運 對 所以不要以為說做這樣的事情 就可以嚇到對方 我覺得這個不好 然後說美人老師說有小三為了爭遺產 在喪禮上亂撒明紙 是 還叫死人 你給我站起來說清楚 是 對 人家就已經死了 你站起來 你給我清楚 你換一個交代 是 就這種下場也很慘 現在的小三都是不像以前比較含蓄 現在就是好像理所當然 是 對 那這一個案例就是 有一對夫妻他們就是白手起家 一開始他們就是開遊覽車 這個老闆是開遊覽車 然後就請了一個遊覽車小姐 然後就跟車 那他覺得這個遊覽車小姐 很會招呼客人也很勤快 然後又很傳統 很孝順 他就覺得說這個我可以娶來當老婆 於是兩個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結婚了 那結婚之後也真的 這個老闆娘就很認真 就一部遊覽車幫助這個老闆 到三部遊覽車 可是他到三部遊覽車的時候 有請了其他的遊覽車小姐跟司機 那時候他發現他懷孕了 那懷孕之後 因為這個老闆娘沒有娘家 因為媽媽很早就不在 所以他找不到一個適合的人 來照顧他的小孩 於是夫他就跟先生商量 就是說他在家帶小孩 然後先生去做這個遊覽車的工作 讓他負責就對 那他在家裡管理財務就好 那先生想一想也對 因為小孩子教育很重要 要有人照顧嘛 於是夫就這樣子 老闆娘就在家裡掌財 記帳當壞記 老闆就一樣在工作 可是這個老闆娘很厲害 後來他遊覽車從三部到十部 到二十幾部 對 就是他們的事業體 越來越大 但是因為你遊覽車多了 可能這個老闆在外面 需要有一個比較有能力的 比較卿開來當一個 好像Leader協助 跟他遊覽車長這樣子就對了 那剛好就跟這個老闆 同一車的遊覽車小姐 就有這樣的能力 於是他就希望他來幫助他 來開會或是follow 哪一部遊覽車去哪個地方 分配這些工作 那這一個就是車長小姐 就遊覽車小姐跟老闆 久而久之就進一步了 因為你知道遊覽車出去外面玩 都是要住宿 對 要吃飯 晚上要開會 深度溝通 對 深度溝通 有時候就是在外面住宿 於是兩個就發生了暴汗運動 就是兩個發生關係 暴汗運動 開會啦 對 很敬業 所以這一個 其實它是有目的的 這一個遊覽車小姐有目的 那久而久之一定消息會傳開 那這個老闆等一下知道之後 就問老闆說 是不是有這一回事 那這一個老闆真的覺得說 他的老婆沒有任何的錯 而且把他的事業管理得更好 雖然他沒有一起出車 然後他就坦白說 他說是 因為我真的需要一個人協助 那當然我跟他進一步 我需要一個人協助 協助他的工作 對 就是說有那麼多的司機 跟遊覽車小姐需要發派 分配他們去哪一個點 然後載什麼樣的客人這樣 我需要一個比較有能力的協助我 那這一個老闆娘也很明理 他就說好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有人協助 那也不應該影響到我們的婚姻 那他就說我真的對不起你 可是已經發生了 那你說怎麼樣我一定照做 只要你 我們真的是不能離婚 因為那時候他們已經有三個小孩了 他說我們我們的婚姻這麼好 家庭這麼圓滿 我們一定不能離婚這樣 是我不對 你說什麼我都照辦 所以這一個老闆娘就說 好 那你把那一個小三帶過來就對了 他要跟他談 於是他就 他也很明理就找他過來就是說 我也謝謝你幫助我老公 可是你在我家庭這一塊 你確實是傷害到我家庭 我能讓步只能到這裡 那你要跟我寫協議書 這個協議就是說 你不准生小孩 你不能生小孩 即使你生了小孩 以後你要放棄所有的繼承權 就是這個小孩所有的權力 你都要放棄 於是他們三個就這樣協議 就寫好了 寫好了這個老闆娘 也不會一天到晚 摳老公幹嘛 他還是一樣做他的事 那老公一樣做他的工作 可是這一個小三就想一想 不對 我都放棄了 我也沒小孩 我青春會流逝 那我應該怎麼辦 那他又看到這個老闆的生意很好 在這邊是很有錢賺的 他也不願意放棄 所以他就偷偷的 因為老闆都有避孕 可是他就偷偷做了手腳 讓自己懷孕了 那懷孕之後 他也一開始不講 等到三個多月之後 他就說 我去檢查了 是男生 這個老闆嚇一跳 什麼事 是男生什麼東西 他就說我懷孕了 於是這一個老闆就開始 怕老婆生氣 他要偷偷的做假帳 然後就交回去的錢 沒有像以前那麼老實 就都在小三這邊 一筆錢一筆錢 然後這個小三也又買了 一間房子這樣子 那後來這個孩子生出來了 他請這個小三 請他的弟弟的老婆 就他的 他的弟弟的老婆 是弟媳 就幫他帶小孩 就說這一件事都不能張揚 因為我還要去 回去遊覽車公司上班 不然我一些權益都不見了 會又跑出來一個 在管理這一個遊覽車公司這樣 於是他就生完小孩之後 就又回去了 回去之後也就這樣上班 然後漸漸的孩子大了 這個老闆有一天 他就得了癌症 就得了癌症 然後就走了 走的時候 就是這個老婆 大老婆也都不知道說 他的老公跟這一個小姐 在外面有一個兒子這樣子 於是就是辦喪事的時候 突然在辦頭期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 片頭一開始的情節 就開始有一個 就是他的弟弟 就是阿姑 這個孩子要叫阿姑 這個阿姑就牽著這個孩子 到這個靈堂來 就說要拜他的爸爸 然後他老婆這邊 還有他的小孩跟親戚朋友 就說怎麼一回事 怎麼有多了一個小孩 就問了 他就說他是誰的兒子 就是那一個遊覽車小姐 但是他沒到現場 然後這一個阿姑就刺了 就說你們老公跟我的兒子 生一個小孩 然後現在走了 那你們看怎麼處理 就在那邊鬧 然後這個老闆娘就說 你們不要鬧 也不要再撒名字了 你讓我們好好的辦完這個傷 我會跟你們有一個討論 然後我們再來看 什麼樣的結果 結果這一個阿姑 就帶了那個小孩說 好 沒關係 你們這樣子 我明天就再來鬧 我看你們怎麼辦 這樣子 結果明天沒有人來 後天也沒人來 一直把這個傷事都辦完 那個阿姑都沒再來 那後來就是聽說 因為遊覽車的那一些小姐 還有司機 就後來就傳回來說 那一個阿姑來這邊 帶那個小孩來亂之後 回家中風了 對 就中風了 然後也就沒有來亂 也不敢再來鬧了 然後這一件事情就這樣 就他們無聲無息 不敢再來這樣亂 所以那個法師就說 他們都不知道是 這做頭髮 那個網站都會回來 還在那亂 所以這就是 一個再辦心傷 他那個力量是非常強的 所以他不能這樣鬧 這樣鬧他就馬上有那個報應 今晚你有空來開訪嗎